好同学我们来继续看45题的类题 一样是向线判别 那看起来比较复杂一点点 如果我今天说A加B和AB 它是在第二向线内 你知道第二向线叫做负正 所以这是负 这是正 OK它是负正 那请问你Q点A3-AB加B3 然后另外一个叫做AB-A 请问你它是在第几向线 好 第一个你要先知道说 两个相加如果是负的 那可能有可能是负加负 或正加负 我不知道 可是我知道说A乘以B 它是正的 所以只有一种状况 对不对 两种状况 有可能是正的乘正的 或负的乘负的 可是如果今天正乘正的话 A加B不可能会负 对不对 所以我就知道 正正不可能 所以一定是什么 负负 好换句话说 我们再把它写得详细一点 反正这时候A就是负的 B呢 也是负的 OK 那我们继续看一下 那Q点的坐标 好 A的三次方 这是负数 对不对 那A乘B是正 正哦 负的再减掉一个正 再加上一个什么 负 所以你会发现负的 减正的也是负的呢 负的再加负的 那一定就是一个大负嘛 对不对 大负 嗯 大负 这不好笑 累了 所以A乘B减A呢 来 A乘B是什么 是不是正的 这是正的 那正的再减掉 A本身是负的 好 正减负就很像是2减负4 是什么书 是不是正的 OK 所以负正 第几项线 一样是第二项线 OK吗 稍微判断一下 这种提醒是这样算的 我先来知道是2减3减3减4减4减5减4减5减5减6减3减4减4减3减4减4减4减6减5减56减6减6减7减